暑假接近尾声约理镇公所将睽違两年的部落联合丰年节 将会在这个周六8月27号的傍晚5点开始 在永昌风雨操场来办理远武镇朴实传唱众古琴的联合丰年纪活动 二代理镇长江东城也热情欢迎大家届时到场来体验部落的歌舞文化之美 无论是部落阶层勇士的教育训练还是妇女团以及青年美少女队的歌谣传唱 玉礼镇各个阿美族部落族人在头目与祭祀的带领下 举办部落一例性传统岁石祭仪 用阿美族特游的歌谣祭祀舞步 敬天祭祖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 随着暑假接近尾声 玉礼镇公所睽違两年的部落联合风年节 也将在这个周六8月27日傍晚5点在永昌风校运动场登场 代理镇长江东城也热情欢迎大家届时到场共享盛举 体验并证视部落传统碎石祭仪 歌谣文化之美 我们义礼镇这一次在8月27号在义礼国小的永昌风校 我们举办了两年一度的联合风年祭 联合风年祭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先请这个有那个部落里面的青年团的一个夜团 首先来出现了一个表演 然后接着是勇士报讯息 接着是我们的头目其劳 祭天祈福的一个仪式 然后最后会请我们的主人 来进行这个主人的一个舞团的一个表演 另外会最后邀请所有的全国的乡亲游客 大家一起来跳舞 在8月27号傍晚4点 下午4点到晚上的9点钟 到我们义礼国小的永昌风校 大家来参与这个盛大的一个阿美族的一个联合风年祭 我想跟着主人一起来跳舞 认识我们阿美族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文化 更认识到我们这个玉璃的一个美好 玉璃镇公所两年一度的五镇樸石传唱纵古琴联合庆丰年活动 不仅有玉璃镇内各个部落独有的碎石记忆歌谣展演 现场也会有原住民特色美食 手工一瓶展示展售 大家不妨趁着暑假尾巴到场重一波 记者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道